小宇 小宇 在家吗 糟了 我气过来了 小宇 他就是最准碎的人了 要是让他知道了 你是我男朋友 你是不听在外面怎么说呢 有了 要不你先变成玩具等一下 我气过应该不会再太久 瞧这么半千千千 小宇 我 今天孩子也来了 还以为你不在家 刚才没听到 没听到 哇 好多玩具啊 还有嘻嘻 你快出来 那个不能动 没事 我家小宝最近可有家叫了 不会乱动东西的 要不要吃水果啊 我给你摔了这个不能动你还动 你是听不懂人话吗 你是不是找打 干什么 他就是孩子 你跟他计较什么呀 敲给我家小宝吓的 不哭啊 不哭不哭小宝 这就是您跟我说的 您的孩子有家教 不乱动别人东西 看他把我说成了玩具 都弄出什么样子了 不就是个玩具吗 你至于吗 这么大个人了 也不让跟孩子点 孩子玩一下怎么了 玩坏了赔你一个不就行了 那给你两百 再买个新的 去帮你玩个玩具 瞧你点心 这些东西用钱买不到的 给你钱就不要了 咋了 你还要我回啊 我可是你党费啊 我告诉你 没大没小的 这么假教 敬天 机械鼓掌 不关我事